謝謝你 謝謝你 54歲的李耳熊和加拿大籍老公 以及19歲全職運動員兒子 最近由加拿大回香港 耳熊透露兒子自從12歲後 就沒有回香港 今次回來是兒子主動提出 我問他想去哪裡 他說想回香港 我覺得很奇怪 為了今次的香港之旅 兒子更特別苦練廣東話 他很努力 他每天都練一句 好像麻煩你給我一杯可樂 但他會說 但別人會回答他英文 他很失望 有個茶叉包 麻煩你 那會是4.95元 好久沒有在幕前出現的耳熊 在去年年底拍了一套加拿大動作電影 他在戲中飾演經營地下賭場的黑道大家姐 相隔超過10年再到拍戲 耳熊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其實拍攝之前 我有一段時間很緊張 我訊息的導演說 我不知道我行不行 我不知道我背不背得起 我會不會失禮 我會不會失禮你 我會不會NG太多次 拖慢了你們的製作 我怕你會虧本 找我 我很緊張 反而她害怕 她害怕我不拍 她說 沒事 我們可以逐個逐個來 你不用緊張 耳熊坦然現在是半退休狀態 但她強調從來沒有適應 如果有對的角色 仍然會演戲 我一向都沒有退出 我是越來越少人邀請 就沒有拍 有一次楊彩來拍 我就盡量押下架 回來幫忙 知道別人這麼努力 那些心血 就想盡量幫別人成功 提到當年 誤打誤撞參選港姐 她就直言這個經歷 就這樣改變了她的人生 那忽然之間 參選了港姐 我又不知道什麼事 又不定性 真的 那又變成了完全另一個生活 我很多謝香港的觀眾 所有人 因為我真的夢想 都想不到我會有這個機會 I'm so happy 好像我之後 沒得再拍戲 It doesn't matter 我已經很開心 這是很多人夢想 都達不到的東西 耳熊回加拿大定居之後 任職精神科護士 她早前在社交平台 鋪素顏照成為熱畫 但她就直言因為沒有做幕前 不單止小化妝 也難得護膚 以最自然的一面見大 我覺得 OK的 人不用搞那麼多事 我見到 不單止香港 外國都 二十多歲的女生 我想看看我完全沒有傷口的樣子 這十幾二十幾三十年 看看她的樣子會怎樣跟別人比較 對 而且近幾年我眼睛有問題 是那些出油的睫毛 塞住 很多問題 最近去年我才找到眼衣 幫我舒緩這件事 舒緩得來是用一種眼睛的機器 去幫助那些膚質 他就送了一些護膚品給我 我一塗 皮膚立即光了 那我就 我再試 現在就有一點上癮了 還有我拍戲 拍戲的時候 那時候又刺激自己 要努力 要保持一點點 是吧 這樣我就 我就 用回 放些錢下去 剩下好自己 是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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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